嗨,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光辉岁月的前奏,开始吧 这首歌是异调的,速度是72,就等于每分钟72下,意思就是比每秒钟快一点点一拍 好,我们看第一小节,四品弹一下,五品,然后到七品的时候,用第三手指攒过来 对,不要这样,这样的话后面滑过去不稳 用这个手,然后滑音,滑音我们在前面课程上也讲过,根据我们视频上的链接,可以回去再看一下 对,然后等到下一拍 对,这里相应的把手按上,左右晃动,这个叫柔弦,对,这是其中的一种 以后我们会专门针对柔弦来讲一节课 然后接下来,勾弦,勾弦就是压住一个音 弹响 勾开 不是放开,不是放开,是勾开 对,后面这个音是被 这个勾弦音,勾响的音 不是播响的 然后下来 这也是个勾弦 接下来 两个空弦 这两个空弦,带一点点右手支音 对,然后在二弦零品到五品机弦 这个更趋向于原版的感觉 因为本身原版是有伴奏吉他跟着一起配的 但是我们在弹旋律的时候,没有伴奏吉他 帮我们配的话,我们自己可以把它弹出来 我再来一次 这里一定要注意,积完以后 这个手先预先按住这里 然后再 对,好 接下来 大大大大大 对,这个五品四品 四,五四五四啊 然后下来 这个手 对,一定要记住这两下 紧跟着这三个音 要快一点点 对,比之前快一点 之前是八分的 现在是稍微紧凑了一点 对 往回滑 滑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听伴奏 伴奏那里有一个 这个扫弦有一个勾弦音 勾完以后再滑 跟着那个勾弦往回退 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下来 两次 勾弦弹 然后四弦 六和四品 这里勾弦用的特别多 下来 继续来一个刚才的零零击弦 跟刚才一模一样 这里可能大家下去要好好的训练 才能练出来 好,接下来 这里是一个退到二次品 这里 用食指和无名指 带一点滞音 这个滞音不用这太多 这一点点 滑 滑 下一个 好,再来一遍 滞音滑 弹 弹 弹 下来再来一个机弦 好,结束了 好,如果哪个地方没有听仔细的话 可以回去反复的听 如果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 都可以在评论里问 或者是在目 我看到会回复大家 最主要就是想让大家在这个学习中 能够本质上的提高 而不是照猫画虎一样的谈位置 好,本期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后期我们会定期出学习视频 同学们关注 别迷路 跟着后面的伴奏开始练习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